開始了嗎? OK 這個就是這個機器 你先看後面這個水箱 這水箱是可以整個拿下來的 因為它是就是 它有磁鐵錫在上面 這是水箱 那通常我是會先把水箱都放好了以後 放上去以後 這裡有一個蓋子你可以打開來 打開來你就可以把水放進去 那這邊它上面 這有水味 你每次都要加到一千 所以你用的時候才不會缺水 所以你用完了馬上要加水 這是水箱 然後它有一個這個杯子 你知道的這個玻璃杯 這玻璃杯就是放在這裡面的 那它裡面這裡還有一個水箱 這個這個水箱是它用的水 髒水會洗完東西以後用的髒水會到這裡面 所以這裡隨時要保持是空的 然後你放進去以後 你要煮豆漿之前 你就是把這個放在這個玻璃杯放在這裡放好 然後這大概這就是機器 然後你放好了以後你要煮之前就把它蓋起來就可以了 然後等一下我們實際操作的時候 我再跟你講我要操作些什麼 我今天要示範的是一個綠豆跟麥片跟藝人的飲品 所以你一定要有那個秤重的東西 那這個杯子是九陽腹的這個杯子 所以你把它放在襯上面 然後呢你就看它上面寫著 假裝我這個要用的 它的綠豆是10克 所以我把綠豆拿出來 綠豆然後你就倒10克在裡面 你要確定你裡面 這一定是歸零的才可以 OK 然後倒10克在裡面 然後呢 3克只有3克只有3克 OK 我就倒了10.5克 沒有關係 這一點點的誤差是無所謂的 我通常會把會這樣子 就是量好了以後把它倒進來 倒在這個骰子裡面 等一下一起洗 然後呢 它要燕麥15克 所以我就把這個燕麥拿出來 一樣 歸零 然後一樣倒 倒的時候要小心 因為最好以後你可以把它 裝在一些容器裡面 這樣子就比較好倒 我們現在還在找那個容器 還沒找到 喔 大概要15克 這樣抓的東西 只是讓它的比例比較精準一點 所以你煮出來的東西 比較不會太濃或太稀 濃的話是可以 濃的話是可以調的 濃的話是可以調的 濃的話就比較不好 你就沒有辦法再做了 所以最好濃一點都沒有關係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最後一個就是 意米 它的意米是要50克 這個意米 它給的有一點多 但是這意米是50克的 我覺得看你 如果你不想要太稀的話 你可以放少 太濃的話 你可以放少一點 我就放個50克 好 剛剛好50克多一點點 然後 好了以後呢 我就會把它拿過去一起洗 洗一下 用清水洗 洗幾次 把它洗乾淨了以後呢 然後水要瀝乾 因為你那個水 還是用自癌水的水 你不要 那個水盡量不要讓它進去 然後完了以後 你就可以把它所有東西都 一起倒在這裡面了 一起倒進去 倒進去了以後呢 你就可以 開始操作了 然後你先把這蓋子蓋起來 蓋子蓋起來了以後呢 你把這個蓋子蓋起來了以後呢 為什麼它沒有力量 OK 你就要點這個啟動鍵 這個啟動鍵 點了以後呢 它會有這個 一般如果你是要煮豆漿 你就打這個經典菜單 經典菜單就是豆漿 OK 然後你可以選擇要備濃呢 還是濕豆乾豆 通常我就只選備濃 OK 那如果說現在我們打的不是豆漿 你可以點這個熟料清食 我覺得這個比較像五穀漿 你可以選五穀漿 也可以選燕麥銀 但是我今天就選五穀漿 然後通常它的容量 看你想要容量多少 我通常是五百 這上面是五百 可是你如果要換容量 你可以打八百一千都可以 三百也有 所以我通常是五百 然後選定好了以後 你就可以按啟動 它就開始做了 就這樣子 那等一下我們就回來看做好的是什麼樣子 pause 所以現在它正在煮 那煮的時候呢 它會一段一段的煮 所以不用擔心怎麼突然它不動了 或怎麼樣 因為它還在加熱還在運作 那你看它下面的這個時間 它會告訴你還有時間 多少時間剩下來 所以你都不要擔心它在幹嘛 你也不要 只要它沒有啤啤叫 那都是正常的 OK 所以你就讓它自己操作 到乳料完了以後 它會啤啤啤啤的時候 它磨得很細再出來 所以你看現在它又停下來了 停下來不是沒有問題 你不要擔心喔 你不要覺得 喔是不是有什麼問題 都沒有了 然後它又會再啤動 有的時候它只是要熱水而已 所以剛剛我不知道 你有沒有聽到它啤啤叫的聲音 剛剛那個已經它 現在豆漿已經都下來了 OK 然後它現在已經自動清洗了 它會告訴你的Club 自動清洗是八分鐘 所以你就放著它清洗 你都不要去動它 OK 然後你就可以把你的豆漿拿出來了 像這個豆漿 我覺得現在我弄得有一點太濃 太濃的話 你就可以過來加一點水 你可以先加一些水 加冷水就可以了 OK 然後你把它攪拌一下 你可以拿著灰材湯匙攪拌一下 然後呢 我們有這個糖 這個就是我跟你講的一種 是不會 不會 就是吃了 比較健康的糖 不會 不作用的糖 所以你就 你就把它攪拌好 然後就把這個放進去 我這個還是有點濃 因為它的那個有點太多 不過沒關係 我還會再加一點水 然後你就放 因為這個糖是沒有害處的 所以我可以多放一點點 因為它也沒有很甜 所以把糖放了以後 你就可以倒出來吃了 基本上 但是這個可能對我來說 這個比例是有點太濃了 因為這個 這一次 這個也是我第一次做的 因為它都是一人 可是它還好啦 也沒有非常濃 但是是比我做的 平常做的有一點點濃 所以我可能還會再加一點水 然後 I'm gonna add a little bit more water 所以拿杯子要小心 這杯子很重 所以你最好是 你最好是不要 一隻手拿 你可以再加一點水 加到你覺得好 覺得OK 攪一攪 覺得OK了 不會太濃了 然後你就可以倒出來了 你看它倒出來的感覺 就是這樣子 這還是有一點濃 看你自己想要喝的濃度 濃是還好的 所以 Where is your cup then? You have to wash the cups 然後就是這樣 你看我們兩個人 一人就可以喝一杯 你看就這麼一大杯了 這個因為剛剛我本來是500cc 可是又加了一水水下 所以更多 OK 然後大概就是這樣子 完了就可以喝了 如果你怕燙 當然加一點水 是沒有 就會比較降溫 然後你就趕快把這個 拿來洗一洗 在它還很好沖的時候 趕快拿著洗 不要等到後面才去洗 因為等它乾掉了以後呢 就不好洗了 因為它這個還是有很多那個膠質啊 就像你煮稀飯一樣的那個 那些就是 澱粉的東西在上面 所以你要你就最好就趕快 你弄完了就可以趕快洗 洗乾淨 然後我是不會把它放回去 放回去機器裡面 我會就放在旁邊 等到我要用的時候再擺到機器上 因為這樣子才不會避免說 你撞到啊幹麻的 你會撞到它的時候會破掉 OK 然後這個機器剛剛就是一直在洗 現在已經洗了剩下四分鐘 你看它會清得很乾淨 這樣子洗都還沒洗完 它還會再打上來熱水 還會再往上打 你看現在這有一點點的小點點 它後面都會把它洗得乾乾淨淨的 旁邊現在有一點點那個 一人殘留的東西 但後面都會洗得乾乾淨淨的 OK 所以現在它這樣就清洗完畢了 OK 清洗完畢 你會看到它這個水 這個水你就是 起出來就是這個水 所以你要把這個水拿起來 倒掉 你可以洗一下啦 但是因為我現在還馬上還要做 所以我就不洗了 所以你就再放回去 然後你先你先過來看一下 它洗的感覺 打開來以後洗就是洗得乾乾淨淨的 那裡面是濕的 但是你不要不要不要去擦它或怎麼樣 因為它機器整個都還是熱的 一下這個水蒸氣這個水珠全都會全都會揮發 所以你不用擔心 你可以把它打開一點點 讓它散一下熱 幾乎就是這樣子 除非說你馬上要再打 其實要再打 你也不需要那個 因為那個水也都是你自己清淨的水 所以可以不用洗 除非你要做咖啡 你要做咖啡的話 就是整個都要清 就是要乾的 不然是不需要的 OK 我要把它放開 那不是不需要的 要把她放開 她她不需要